字幕 李宗盛 女間諜印太君號召來到老潮蛇洞 蛇洞如其名是由日軍飼養的烈食性毒蛇臥居而命名 前来接应的四日军间谍团中的一员 蛇洞隐秘邻间飞速路人不得轻易入内 而接下来将由太军具体下达辞令 你来重庆以后干得很出色 樱花要嘉奖你 美军航空队情报处送来请柬 邀请我参加他们的记者招待会 我们正要利用这次机会执行一号行动 这次任务完成之后该还我自由了吧 等我们攻占了重庆一定还你自由 即使现在还你自由 你身上的那个印记 也会使你跳进黄河也写不清 显然太军难捏了无灵的软肋 再说 你孩子康康和你妹妹吴裴 还在我们的手上 如果你们还想团聚的话 那就好好干吧 下一步要不要干什么 一号行动 斩断美军航空队翅膀 捣回英朝 为达到此目的 重要的是弄清 03秘密油库的位置 我们要派飞机炸掉它 中国不能生产军用汽油 汽油都是从美国运来的 炸掉了油库 没有汽油 飞机无法起飞 黄军就可以畅统无足 你的任务是 不择手段 尽快搞到03秘密油库的方位图 记者招待会如期举行 要按照三叉戏会议指令 把经油驼风的空运物资 提高到每月一万吨 现在的空运量才三千五百吨 这可要经过一番斗争啊 这可要拿出吃奶的力气啊 重大的后军负担前所未有 钟孝先生 这样巨大的空运量能完成吗 请吧 而另一边 抗热热血军的刘增和美军航空队 共词的姐夫安静到达会所 谢谢 走 运送一吨物资 消耗一吨汽油 对吧 钟孝先生 事实是这样 听说 只要天空上出现一片乌云 飞行员就拒绝飞行 您说得对 如果运送来的物资被某些人倒卖到黑市 以保私囊 那么即使天空没有乌云的话 飞行员也不愿意冒生命危险 去飞行 注意 第一位日本间谍登场 如果把印度少女空运到这里当妓女的话 他们就情愿了吧 哈哈哈哈 注意 这样一来无灵就可以用不在场证明洗脱嫌疑 遗憾 你去忙吧 好 我要和刘小姐单独谈一谈 Mary小姐 请把刘小姐送到我的办公室 我马上过去 为什么上校不一同前去呢 其实这里留下了一个伏笔 刘小姐 您请 跟我来 中校先生 听说查尔斯先生飞往香港 有此事吗 这是英军航空队的事 无可奉告 哦 刘真跟随秘书来到办公室 殊不知他正被人监视着 刘小姐 您请 谢谢 注意 这里给了桌子一个镜头 这一边 中校先生硬扯回来 迫不及待想要看清刘真的真面目 先环视一周 发现刘真不在 中校先生心中一惊 注意 这里上校的行动轨迹是向桌前走去 他打开了桌上文件的一角 露出了折叠的痕迹 这里中校面色凝重 还回头望向某处 似乎在想什么 刘小姐 您怎么到这儿来了 我出来透透空气 这里如果没有看过两遍以上的 都不知道其实这里已经不是刘真了 细心的小伙伴也可以拉回去看一个细节 包 中校先生 在办公室等您了 走吧 注意 这里画面有女厕所标志 且刘真眼神也看向他 镜头一转 另一边两位间谍也正在会合 刚刚转头四翼的动作其实是一种行动信号 同伴也听懂了暗号 准备执行下一步计划 下山一条疏牛管道 盘何容易啊 听说一场吃鸡 前方吃鸡 后方紧吃 名不聊生啊 是吗 哈喽 嗨 刘小姐 您不是进了备生间吗 我 没有啊 好的 到这里 狸猫换太子的戏码被看穿 刘真也敏锐地发现自己被人顶替了 而顶替自己的只能是看似没有出名 却与自己极其相似的表姐无灵 她来到厕所 想抓住表姐问问清楚 却无意发现炸弹 刘真深感大事不妙 但为了更多人的安危 尽不惜貌的生命危险 转移炸弹 转开 另一边 无灵来到了美军航空队情报处办公室寻找秘密有库方位图 爆炸声惊动了在外职守的美军 吸引了注意力 间谍同伴们便能顺利脱身 注意这里 再一看无灵已经换上了美军制服 在辽量 空旷的警报声中日军进也成功离去 至于为什么成功要用引号 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观看原片了解更多后续 雷尾 雷尾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